据我们古代的天文学家观测发现 土星木星水星每隔60年就会在一条直线上相会一次 而每180年太阳系中的九大行星就会处于太阳的同一侧 而形成扇形的九大行星的大会合 俗称九星年珠 这种天体运行的规律循环往返永不改变 于是古人创立了划分时间的三元九运体系 即以180年作为一个正元 每一正元分为上元中元下元 每元又分为60年 而60年又分为三个运 每运为20年 即上元的一运二运三运 中元的四运五运六运 下元是七运八运九运 即为三运九运 而三运九运中的每一元的60年又称为一个甲子 这个数字就代表着土木周期的规律 墨星维尔太阳一周约12年 土星维尔太阳一周约30年 土木大约20年汇合一次 两大星体的汇合会以我们意识不到的方式 对我们施加种种重大的影响 因此星象研究者以20年来划分一个元运 2004年至2023年期间是下元的八运 我们经历的是一个土星单定的元运 即由土星来掌管这20年 所以这个时代中 房地产保险保健农木业 以及相关的土星的行业会更加的繁荣 传统学问也开始逐渐参生 而三云九云的概念的提出要追溯到过年前两三千年以前 在洛书九宫图中五黄土占据中央八卦依照某种次序分布四周 代表的就是宇宙中的这种不同信息的能量产能分布 有观念认为洛书九宫是史前文明 而据此发明的三云九云则反映的是一种此消彼斩的原理 宇宙间的这种能量信息会随着时间的运行而发生周期性的变化 2024年至2043年就会进入下云九云 为离挂及九指右臂星所造之处 离挂先天方位在东 后天方位在南 九指星也是一颗极星 它主导的时代特点是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第一行业标杆便是说火的科技行业 比如5G人工智能能源汽车石油等火性强望的行业 同时火野主文明之下也是教育培训行业发展的好时代 也意味着我国在教育行业的国际影响力将迈向一个更高的台阶